通常客人说 我好失望啊 我说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因为这里基礁岛逛的地方 这里算是比较繁华逛的地方 因为这个岛上的业余生活 就是除了喝酒就是喝酒 白天要不然就海边喝咖啡 整个基礁岛咖啡馆很多 然后呢晚上我们回到饭店 大概九点十点钟 你看看外面都是黑的 黑黑的 就是没有什么夜生活 那你们想找酒家或者喝酒的地方 吃烤肉的地方 应该会晚上开到半夜 这里边都是里边 不是坐在外面 不是马路上走的 像去首尔 大家有去过首尔府山对吧 那里的晚上真的是晚上 像去台北晚上就是 白天一样的灯光闪闪 还有夜市很好逛 那基礁岛呢 这里逛的地方比较少 白天走完行程 晚上回饭店 大概我们吃了饭 回去洗洗素素就应该休息 因为这里外面没什么好逛就对了 那我们这里呢 结束了要去吃晚餐 我们晚餐吃石锅拌饭 加火锅 那石锅拌饭呢 是一个人一个砂锅 早期韩国的石锅拌饭叫 韩国的媳妇饭 儿媳妇的饭 因为韩国的早期 男生女生是分开桌子吃的 男生是 比如说儿子孙子都是在里边吃 女人在厨房吃 圣诞生才拌饭吃 叫拌饭就对了 那不叫石锅拌饭 叫拌饭 那现在呢 我们这里呢 石锅拌饭 就是砂锅上边 你放久了 那个下面会有锅拌 那要赶紧给它拌一拌 这样子 能吃辣就放辣椒酱 那我问问大家 大家有没有不能吃辣的 这几天的餐 有没有不能吃辣 完全一点辣都不能吃 有没有 就两个宝宝 除了两个就没关系 那你们能吃辣 甜辣酱 那就放点辣椒酱 不能吃 那就放酱油这样子 拌一拌就好了 小菜多吃一点 小菜呢 有小菜里边 有泡菜 有黑豆 这种一定要多吃 因为黑豆 黑蒜 黑末 这种真的对身体很好 还会长乌发就对了 黑发 所以呢 这些多吃一点 然后吃完饭 回饭店也很近 大概15分钟不到 我们就回饭店了 今天也辛苦大家了 可以晚上洗个热水早 早一点休息 回去是不是又睡不着了 今天一路 应该睡了一个多小时 对吧 车子摇一摇 一路睡了很久 有没有提前出来过的 除了刚刚我们四位之外 有没有提前出来 看那个 那个镇海楼的 有吗 只有两位 加两位 还有两位 只有四位 其他都在逛街 还好 那刚才呢 四位呢 应该看到整个激州岛的警察 都在那边 这几天应该看不到警察 因为激州岛的治安很好 这里白天几乎都看不到 什么邪警啊 交警啊都看不到 那刚刚呢 有管子安的一些邪警都出来 就是帮忙管理就对了 管制就对了 因为刚刚这上面有点事情 就是有示威的 像激州岛有的时候 东边要盖机场 村民出来示威 那南边要盖那个什么 美军基地要出来示威 就是韩国人比较喜欢示威 就是出来这样示威的很多就对了 那你们看新闻应该看到 所有的警服 前面有很多人喜欢这样子 点蜡烛示威 这样就比较多 那这里呢 四月彰号有激州岛的一些纪念日 然后呢 有很多像自己家里有很多 就是历史的 就是他们有出来一起这样子 就是举办一下 四月三号激州岛有七十周年的 一个四三运动就对了 一个纪念日 其实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那个比较重要 海女运动 早期激州岛被日本占领的时候 海女 日本有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日本有海女 激州岛有海女 日本人抓了激州岛的海女 活人解剖身体 他人做实验 有过这个悲惨的记录就对了 因为日本的海女大概四五十就不能做 那激州岛的海女六七十七八十也在做 所以呢 他们想拿去研究 就是带过去研究 然后大概 比如说带去什么三千名四千名三万名 带过去多少 全部都死掉就对了 就不能回来 全部都是国人解剖身体 所以到东边有一个 韩国当地人我们都会去看 有一个海女纪念馆里边 那里都陈列的讲 都有写 然后呢 进去之后都看了就比较悲惨悲痛就对了 你们大家在台湾有没有看到海女纪录片 有看到吗 没有看到 他们比较辛苦了 像到现在八十多也在泡水摸海鲜 他们真的很辛苦 你们到了海边 看到活鲍鱼 活海螺 活海参 这些都是海女绕上来的 然后呢 他们在观光景区涌卖 直接活的 就是直接发出来 切切切直接吃 就是直接吃的 鲍鱼 这些在基州岛吃生鲍鱼都很有名 因为在岛上这个水很干净 那有没有听过带雨 银带雨 白带雨 基州岛吃生鱼片 中午那个青花鱼 那个也有吃生鱼片的 只有在基州岛的 那个青花鱼新鲜的 直接掉上来的 那个直接做成生鱼片 青花鱼生鱼片 还有带雨生鱼片 这个是基州岛的一个特色就对了 我们的涂鸦秀 是个帅哥超赞的 应该估计这几天 看到帅哥当中最帅的 好餐厅到了 等一下哈 车子停好 再下车吃饭 这个车子的